华为新手机 有没有人已经下单成功的 有的话在聊天室你帮我加一 华为的Mate 60 Pro的手机 这一款有多厉害呢 告诉大家还没拿到手 已经几乎是第一波 预购抢购完了 全球首款的卫星智慧手机 发货量预定是1亿支 定价是人民币6999元 台币大概是3万多块钱 那么现在呢最厉害的是 很多这个人就开始在网路上 找了很多这个资料 譬如说呢有这个测试的 多张的网图显示 麒麟9000S的晶片 甚至网传有一个测试图 下载 它说582Mbps 上传的115Mbps 这个速率已经达到5G的标准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 5G这个技术是哪里来的 但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猫腻呢 委员 以前华为做5G的手机 它主要的CPU 就是来自于高通 那美国禁止高通 卖这个 晶片给华为 华为只好把手机业务给收起来 当时那一年收掉那一年就 一亏就亏了 营业额2000亿人民币 这是个很庞大一个数字 那美国就是要让华为倒 而且还把孟管舟给抓起来 找个莫须佑的理由 那孟管舟运气很好 有个强大的祖国给他支撑 那华为运气很好 有个很强的领导者 叫做任正非 他是现代勾件 勾件 应该能讲勾件 他每天大概都要填 那个什么 猪胆三次 好不容易经过三年多了 出来这一款 Mate 60 Pro 有象征意义 也有技术意义 什么象征意义 到今天为止 他都没有开发布会 对 他一定发布会是9月才开 什么叫发布会 就是每一款手机出来 公司一定会出来开发布会 然后累了很长的技术规格 说我这个手机 这个什么CPU 什么什么 还有的GPU 我什么一段讲的 我可以这个跟北斗卫星 怎么连 怎么讲一大堆 那个技术资料 他都非常有兴趣的 他闷声不响 就等着雷梦多到大陆访问的时候 在官网上开麦 秒杀 到了 好像 货已经被杀 杀光了 第一批新说已经没货了 在抱怨 然后突然间好像 昨天早下午 又再来一批 又秒杀 代表什么 你知道预定发货是1亿支 对 你看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很惊人的数字 那我看 iPhone在发抖 而且现在大家在说 虽然 就是我说到那个网速 符合着5G网速的标准 所以大家也在想 华为是不是 晶片问题 5G问题 已过万从山 它里面 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 有几个特色 第1个 它的CPU用的是 麒麟 9000S 这一款是 这个楼梯响了很久 今天终于看到人走下来了 这个速度已经到5G的速度 那刚开始有人认为说 会不会是 4.5G 就4.5代 就所以 在测试人 故意叫那个 打电话叫那个什么 电信公司把5G网络关掉 那就来测试 一测还是5G的速度 并不是4G的这个 假的速度 有那4.5代的这种 所以是真5G 是真5G 因为4G 5G是讲 速度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部分的 这个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GPU 因为美国政府 不让 NVIDIA把GPU卖给 华为 本来这个 NVIDIA的黄辰星 想说那好 我这个 A100不能卖给华为 我设计A800专门给华为 又被美国商务部给建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出现的GPU 完全是华为自己设计的 这一款叫做Mate 6 我也不太会评 他用了希腊的名字 他的GPU取名叫 取叫做什么Mate Long 我背了好几个还背不起来 那他的GPU的功能速度 不输给NVIDIA 所以有的好的CPU GPU 目前还在 大家还在揣测 他用的晶片设计架构 是不是安盟ARM的 听说也不是 那就是更新款的 Risk 5 那这样 整个就这个手机 是纯中国的了 纯中国手机 再加上它里面软硬体 可以直接 上链到 北斗卫星 所以可能是 有史以来第一款卫星手机 因为我们过去可以接这个 北斗卫星都是靠软体 对 这运作 并不是直接用硬体来操作的 那这一款据了解是直接 开机就可以直接连上北斗卫星 你知道吧 中国 道路很长 一开 很久都找不到基地台 对 现在有了这个卫星通信的话 那这个当然会卖的 很 很重要的下下叫 而且它可能是用鸿蒙系统在操作的 网传鸿蒙4.0 所以呢华为捅破天 我说这款手机真的不得了 有可能让华为整个大翻身 因为现在呢 先不要管它好不好用 重点是 让大家觉得信心来了 捅破天这个技术 超越美国了 美国一直也很想这么做 我们先来看一下华为的最新报告 华为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 465.23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218% 再来呢 上半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是 826.04亿 年增4.4%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 研发领域并未停止 我刚才跟蔡博士在讨论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手机 它不见得是被 美国这样子 掐喉咙 但是可能跟不上时代潮流 没那么好用 那款手机可能就不见了 小时候我们在用的比如说 Nokia 黑煤机 都不见了 但华为 死而复生 越来越强 捅破天 它是 中国对抗美国 打压的一个 代表性的民主 杰作 我们这样还可以 高卢肯 你看 大成功 他今年上半年利润就 465亿 那整年超过1000亿 因为下半年的 金额会更大 手机再卖出去 而且 研发费用 上半年就花了 800多亿的人民币 那整年度不就超过 1500亿 所以 华为用这样的 强有力的一种 科研的 力量 来支撑了 它的成长 而且它现在的成长 已经跨越到 我经常讲说 第三代工业产品 什么意思 第一代的科技工业产品 就是电脑 第二代就是手机 第三代就是电动汽车 它现在已经跨到第三代了 所以 对华为这样的成就 我们为他感到高兴 也觉得这是中国的骄傲 这个 那至于说未来 那个美国还有什么打压 它的把戏 我看不出来 因为到了5G的话 它的奈米等级 一定是在7奈米 以上 对 不可能10几奈米 200还在 跑5G的速度 而且它这个 用卫星通信 它基本上已经到了 5代半了 再跨一步就到第六代了 那六代的话 它的奈米数就要到 这个5奈米以下了 更重要就是说 它设计这个晶片 包括它的底下的海石半导体的设计 连它的设计软体EDA 都被美国限制 华为干脆自己写程式 EDA是多难的程式 很明显它写出来了 要不然它不可能开发 什么这个GPU 不可能开发自己的 CPU这个麒麟 什么9000S 一定自己开发了 再加上中心半导体 用旧有的DUV 去做出这么样的 一个精湛的技术 可能其中良率会有所牺牲 但是至少它做出来了 这一点我们就要给它 高度的喝彩 不只是对华为喝彩 也要对这个 中心半导体喝彩 所以大家真的 我开始很期待它这个发布会 不知道会不会有 因为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 一些新的技术 其实已经做出来 已经成功 只是没有告诉大家 好 接下来 你知道美国就是那种 你哪里强 我就卡你哪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地图 台湾跟 马尼拉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岛 叫做巴丹岛 接下来呢 美国是不是又要从这边 来卡 来卡中国大陆的航母呢 这个巴丹岛的距离 台湾不到200公里 如果你要算上 蓝旅的话 只有 99公里这么近 现在美国要干嘛呢 据说美菲在讨论 巴丹要 建港 这个时间点建港 在这个位置 非常的敏感 博士你有联想吗 菲律宾有两个巴丹岛 大家不要弄错了 第一个就靠近台湾海峡这个部位叫巴丹群岛 他是有一系列的小岛所组成的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在马尼拉附近有个巴丹半岛 这两个名字很像 这个巴丹群岛 美国要在那边建港 当然不是渝港 也不会是商港 因为渝港不会弄在这里 他直接在那个 那个什么 李寿岛的北边就 就有渝港 也不会是商港 因为商港是马尼拉 那也不适合做商港 做什么 做军港 那问题要停靠什么 巴丹岛并不大 他能够停靠的军舰是非常有限的 他不像那个 舒比克湾里面的港口那么好用 那 这个港一定是 海军陆战队用的港 那海军陆战队做近海作战的 也就是要在巴丹 这个 群岛上面 要装配很多的 防空系统 简单讲是这样的 那防空系统要控制什么 就要控制巴斯海峡嘛 对 那为什么要控制巴斯海峡 因为解放军整天在这里演习 练兵 对 遥民舰 丹东舰 也很简单 解放军 舰艇或者飞机 要控制巴斯海峡 那不让美军的 这个潜水艇经过 进到这个南海去 然后他又能够很方便的出去 到西太平洋 因为 解放军到西太平洋 两个最快的管道 一个就是巴斯海峡 一个就是宫谷 海峡嘛 两个地方 不是往北就是往南 对 那这两个地方 美国想要在这边弄一个 这个阻碍的一个 军事基地 他早就已经在附近做了嘛 其实 我并不担心 为什么 他说巨台不到两百公里 因为这种小岛很容易被毁灭 你听懂我意思吗 你说一个台风来吗 我讲的当然不是台风 很容易被毁灭 因为 他几乎是没什么腹地的 没什么腹地 太小了就对了 但是他有警戒 跟威胁的作用 但是你说有多大的作战力 那不太可能 太大作用 因为不可能停靠太大的军舰 你停到那边也会被解放军的东风快递 给送上西天 这是一个 美国人 想太多的一个做法 所以美军在评估要在巴丹岛建港 好吧 就算距离台湾不到50公里 你又怎么样 你也不能转 因为 这个岛本身能够装的军力 一定都是一连 你不肯一饮 他的水就不够一饮的 你用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是 美国是在做一种威吓的动作 有点像余纳国岛 装什么导弹 一样 防空飞弹一样的道理 但用途不大 真的在战争上用途不大 这样听起来 光是这个后勤补给 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第一个时间就被打掉了 对 好来导播可以给我下一张电视抢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即将要举行的G20 本来美国很多学者还在讨论 认为在G20 凭说 CSIS的资深研究员希格尔 还蛮乐观的 他认为 如果拜登习近平都去参加G20的话 有可能唱编会 所以先前雷蒙多来的时候 大家还在想 之后是不是 王毅要来 可能跟王毅来谈 然后呢 习拜会 但是现在告诉各位 有可能会破局 因为呢 今天有个消息 据说是路透社的独家 他说 习近平可能不会去 在印度的G20 会派 这个 李强去参加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 习拜会 G20肯定是破局了 习近平主席不去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在南非开金专国家会议之后 印度的目的来了没有 没有啊 他不一定针对美国啊 一定要跟拜登见面 马上的那个 APEC就可以见面了 那 金专国家会议不是 中国跟 为主体所发起的会议吗 对 那只是 谁在主办 只是南非在主办 今年南非 你目的有什么大不了事情 你不来 懂了 你不是在做 做动作 给美国看吗 而且那时候 习近平也见了很多国外的元首 该谈的 要谈的 早见完了 对啊 那你现在印度要主办集团体 你要又跟美国献媚 我干嘛去啊 对不对 据说日本 我干嘛 这个时候习近平去是给你面子 你上一次洗这个南非的面子 事实上在 在间接洗中国的面子 那我为什么要去 我 就是洗你脸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所以现在是不是 中印关系 因为 上次在金专峰会大家已经讲了 印度不是有很多的意见吗 希望哪些国家不要加入啦 等等的 结果都被否决了 所以呢 在伊朗也加进去之后 在沙特啦 这么多国家加入之后 印度是不是很没面子 那中印关系是否 又比之前更冰了一点 本来就很冰 就是再更冰了 是冷啦 还没有到冰的地步 还是很多东西可以讨论 可以来交往 外 他的外交部长 跟王毅孩 也是给沟通打打电话 但是 这个习近平缺席G20 我第一个判断不是针对美国 是 就是针对印度来的 人来如此 针对印度来的 比上网来嘛 对不对 但是只是这个 中国给 印度的牌头 比印度给中国牌头来的大 因为毕竟 金专主办国是南非嘛 对 你不去 你明知道我是最重要的发起人 那现在你自己是处办 那我就不去 看你怎么办 再说集团体没什么好谈 跟你讲过嘛 很多国家都在能谈 都在金专会议讲 那如果再不记的话 印度有什么意见 我们到APEC谈 对 可是 如果APEC里面 美国要搞鬼 要做妖 要乱说不让香港的特首 李家超去 对 搞不好习近平也不去 我相信他应该不去 你搞什么鬼嘛 你不是针对我的吗 对不对 虽然你没有明讲针对我 你明明没有明讲说我针对中国 你对香港 的理由就是李家超有这个什么 反送中的一个问题 那你不是指着我吗 你只是口头上没有讲我而已啊 就像南非一样啊 他讲一大堆 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理由 简单讲不是 根本不是在 对一副南非的 你看南非有没有 一副都无所谓的样子啊 对不对 对 南非知道说你是针对中国来的嘛 那好吧不来就不来 对不对 大家 稍微 互相礼尚往来一下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接下来的G20 大家就等着看了 尤其是这次的金砖这么的成功 那这一次 在印度举办的G20 能否 也像是这个金砖一样 第一就是 这么多的版面 还有呢 有一些实质上达成 因为你知道很多国际峰会像G7 对啊 这么多国去参加 然后参加完了之后呢 都垃圾时间啊 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效益啊 所以呢 真的是浪费时间 好不好 然后再来呢 这个我也觉得很妙 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 就是日本其实现在很紧张 因为各国在反对他们排放这个核污水 所以他已经说了 他要在 这个东协峰会 还有G20的时候呢 要去跟各国寻求 这个支持 那最近 今天又突然有个这个消息 日中韩三国领袖峰会 之前呢 很多原因停办了 日本跟韩国啊 就希望说 年底呀 我们应该要重新再来开会啊 那日中韩呢 是从2008年起 以每年轮流做东的方式 会举办这个三国领袖会 那之前为什么停办呢 当然除了疫情之外 因为 这三个国家里面 其实自己就有很多的心结 比如说日本跟韩国 主导主权的关系 2012年就停办了 那2016跟2017年 当时因为萨德的问题 然后2016年呢 是因为真宫的问题 日韩关系自己 搞不拢 还有疫情的关系 那现在 日韩你们搞拢了之后呢 又开始 问中国说 我们要不要重新再来开会 此时的中国 已经不是那时的中国啦 你觉得日韩又想要来搞什么帮派吗 参加日中韩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真不懂 就算见了面 然后呢 不是日韩已经要拉成一个反中联盟了吗 是不是因为 禁了海鲜的关系 应该是双方面的关系 各方面除海鲜也都在恶化啦 那当然岸田文雄也想 希望你们有机会解套嘛 那 问题是 日中韩这个时候见面要干嘛 你萨德系统有拆掉吗 没有 你这个 这个 你这个日本不断的拿台湾问题在说事 什么国家安全都配合美国 你想 日本的国家安全三大文件 根本就是像是超美国的嘛 那你这么配合美国 你来跟我谈这个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好谈的 对 大家就好来好去就好了嘛 所以 对于这个说 要借这个机会来讨论什么 俄乌冲突啦 日本核污水啦 我看大可不必吧 我是觉得 我觉得日本比较急吧 日本当然比较急嘛 比较急嘛 所以 这个 这个我们只能在观察啦 中国也不是说 公开拒绝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但我认为基本上 应该目前谈不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还是 先这个集团比 举办完再说 中国是可能是派 看看有多少国给 莫迪面子 对 也许他 他派个副部长去 当然不会 据说可能是李强 现在传闻中 都还没官宣 各位 但是最近啊 英国 刷存在感动作很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有个消息 外媒说 美日印澳呢 希望九月的时候 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 来召开 QUAD就四边机制的这个外长会 那英国就开始有声音啦 就说英国也在讨论啊 什么时候要来加入这个QUAD 然后同时今天呢英国的国会啊 外交委员会又在讨论一个议题 我没写在里面那问一下议员 就是AUKUS AUKUS呢现在是澳洲美国跟英国嘛 今天突然说 日本跟韩国也一起拉进来啊 到时候一起开会啊 这个不就是很标准的 邦派拉邦结派中的邦派中的邦派吗 美国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啊 那现在英国也一起了 印太战略架构啦 什么四方安全会谈 扩的啦 还有这个五眼联盟啊 等等 名字一连串每天都在改拼音 这好像赖群组一直开一样 对对只有个目的 就是我美国老大 把我的小弟抱成一个团伙 我们抱团啊怎么样 来反对中国任何 所以 如果有任何会议 他动不动都写个 我的基于安全声明 我关心南海跟台海问题 他就是要把他弄成一个国际化的议题 他也明知道中国立场是说 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 不许外人多讲话 我们要和平统一 我们要和平来发展 我们要和平交流 干你什么事 那这些国家不会啊 只要发出这种声音 需要能够造成一个国际舆论 就像那个 我们台湾那位所谓国安委秘书长 我不想他到底懂不懂啊 他讲说你看看 这么多国家把我们讲话 就在国际法上 可以确立台海问题是国际问题 顾立雄好像是念商法出身的 对国际法有点乱猜喔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美国是想受造这种形式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啊 今天帮菲律宾 明天要勾引一下越南 走越不再要在台海游戏 印尼 但是形势比人强 美国主导 台湾海峡跟南海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必须认清这个事实 没错所以9月的时候 现在又有传闻 美国又拉了什么 拉了日本拉了 加拿大 说一起要在 台湾海峡 周边是不是 周边这个军演 马上我就觉得 天哪 你越来越多越乱 那现在呢 日本真的很紧张了 最后一点时间让我把他讲完好了 预计呢 又要讨论 当然俄乌之外 还有日本 河污水的 排海问题 所以呢 林芳正现在紧张的要命 好吧 希望寻找盟友 平常都排排站 我现在河污水被骂成这样 你们要支持吗 但话说回来 您会支持吗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医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医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医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